请收看 慈悲灵感 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 请收看 慈悲灵感 王禅老祖 王禅老祖 台族台鼻 台帝台人 共和家书丁礼 各位 聖地舍 阿弥陀佛 王禅老祖 乐幻感 来度重生 已经四十年了 王禅老祖 教昏远详 天灵合园 他已经 风水忠告 空中妙幽的妙法 帮助了无量所的众生 这因到明天 改叠 烦恼 并带领地主 为国首都 为民旗 硝灾法夹兜 救世不死罗 本节目 邀请到老祖主 来跟我们分享 今天 我们继续邀请到 秀水太极道场 原药法师 来跟我们分享 法师 您好 阿弥陀佛 法师 请教你 你去精修院的时候 法师父 都用三户 用益精沾裂 也帮人做一些风水的服务 像你说 他有去帮人做祖先的梦 问题 那时候 你就产生这个兴趣 要来学这个夜间风水吗 那时候 还没有这么大的 念头 那早期 我们一般来讲 因缘就是说 你 会接触这个法 那因为我们透过我们 我们师姐 和师父截眼 透过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烦恼 我们也是当事者之一嘛 那所以说 我们在每一个人在 为出社会以后 努力打拼 希望说能够 自己能够有一个 有一片事业的期望 那在精修院的过程里面 就像刚刚 我们在所讲的 那中间会有好多次的请示师父 那时候 我们所讲的都是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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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很多年 叫到先佛师以后还是张老师 后来 我们师父就说已经归了 就叫变师父 所以我们从师父变 老师变师父呢 是一段时间 那当然 我们说为什么会写这个 其实当初我们自己本身在只想说 我们自己有问题 我们就去精修院请示师父 那当然 我们有经过一次 产通的经验以后 那我们在往后的问题里面 还是有很多问题想 一直想说 希望说能够和人家 合股做生意啊 投资啊 做什么东西呢 那师父知道我们的命卦 那他就说 你现在不能做啦 不能改变啦 甚至换单位也不行喔 公司的单位平跌 调到不同的单位也不可以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不了解《易经》的大妙法里面 或是我们看不透我们自己本身的 个人的八字命的时候呢 我们也无从得知说为什么不行 所以很多人在很多的疑难问题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现在帮人家解决问世的时候呢 都会同样的问题 我们要和他讲说你不能去投资 不能去转行业 这间公司不行 他们会不会完全停下去 不一定 不一定 对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体会里面 就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问师父 一样 我不一定要听你 你讲的我要打个问号 那我们才了解到我们年轻的 不了解《易经》的大智慧 那我们就会说了真正就经过一次 惨痛的失败 那对我们来讲还是一种打击 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说 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说 师父在从进修到搬到 先佛师的时候 买土地的时候 买土地的时候 那成立那个风水的初级班 这样子 那我们才去学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因缘里面呢 说真的从 简单的台中市的五前五阶到国庆 那时候交通的不方便呢 造成说我们真正要跟着师父修行也好 或是说到先佛师去上课 都是一个大考验 所以说我们从台中市 我们政府陪屯那边 那边要去那个国庆 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或是没有甚至讨计 中头也没做好不晓得 我们都走省道 从那个台中乌日乌丰草屯传进去 塞一堆这样子 回来也是一样 那后来有中头以后 慢慢的改变 那所以说这个写法的过程是 真的就是一大考验这样子 是 早期要学到真的是很困难 交通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家里面的问题 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学法要求这个道 实在很方便 因为我们全省都有分析道中 尤其我们在中华地区 我们有一个收水太极道中 如果欢迎我们在附近的人 可以来学这个道 大家来学的家庭 玩玩一条心 法师 还有 你在学到的中间 还是说在经修院的时候 你不要请师父去我们家里面 把我们驾驾 那我们在经修院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们这本身的问题 是我们工作的问题去浅识 中间就听很多人在问师父的问题 听一听很多人的家庭问题 事业问题 婚姻问题 健康问题都很多 那到后来我们想说 那我们家 我们大哥那边家里的父母那边 那就想说 请师父去看那个家里的风水 那就请有一天的夜 就去我们台中的北区那边的家 去看风水 那师父去看了以后 就把第一个 因为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一个洋宅的楼梯 如果说你从二楼 走下来一楼 结果都一直下去 直屑的下去 那就是踩锁不住 那师父去看了以后 师父就说这个 这个楼梯这样不行 第一个 那个门呢 那个有铁门 那你第一个 先把铁门至少先关住 不能一出来 就看到马路去了 那所以说 就提醒我们大哥呢 所以要这样子改 那另外呢 在看了办公室 结果大哥的后面呢 后面的一个背景呢 就是那个 我们有一个 蛮出名的一个木雕 就是一台牛车 载上很多树木 后面 能留在后面推 古车的牛车 拖东西 那种不便 对 所以说没关系你做的那些疼 这样子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说 任劳任厌努力打拼是对的 要有吃苦的精神 可是说那个背景对 对我们做事业来讲呢 应该是不太适合的啦 这样子啊 这个是对我 对我来讲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 所以说对我们学习 易经风水的 如果说风水的问题呢 那对最简单的那个说 对我们来讲说 那个楼梯直卸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不好 所以经过修正以后 顺便把门变 改90度的 闲关以后 楼梯改闲关以后 那样子 那就不是直卸的嘛 那所以我说 所以说经过这样子 师傅帮他修正呢 那我大哥的事业呢 就一直慢慢的顺利 甚至买房子土地等 这样子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 就想说这个风水的厉害呢 真的是 那时候对我们没有学的人来讲 那是这种感受 这样子 那法师再请教一下 改玄关的部分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哦 如果说改玄关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维心圣教在全省 有四十几个道场 很多的教室呢 那如果说加上初级班更多的地方 可以接受我们维心圣教的圣法 那在我们阳泽风水的重要观念里面呢 门向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说到要改玄关的地步呢 基本上来讲就表示 你除了刚刚讲说你楼梯直线 才守不住的状况以外 那第二个 大门外的那个朱窃方呢 大门前面呢 你有那个乌角壁拉 路冲相冲 或是有不好的行体 所造成 你大门天天接受那个 那个 伤我们身体的那个行体的壁刀煞不等 那就一定要改玄关 那你除了说你 基本上我们如果说一些的 化煞方法以外 改玄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式之一 改玄关就是让我们磁场 能够扭转乾坤 把坏的呢 螺完以后 我们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能够平安顺利 所以改玄关就是 除了说住气以外 不要一直采用守不住 第二个 你就不会在一直说 外面壁刀煞 像冲煞 路冲 或是很多的乌角的行体煞 那我们就能够健康 和事业顺利 是 法师那您的住家 有没有改过门 还是说您的门有更特殊的地方 如果说改门呢 那 因为我们到后来 学到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在另外在太平那边 我们自己在开药局 那开药局以后呢 那我们去看了那边的地点 地点算是不错的 地点算是不错的 可是 它的 它的那个 前面呢 左侧方 左前方呢 就一个庙 庙的屋籍 蛮多的 那正中 如果说中门的话 中门的话 就会刚好碰到 前面的那个壁刀 那 所以说到后来 我们那个药局呢 我就 只能把它第一个 龙门呢 向着那个 庙的那个 形体上 那中门呢 可以向到 壁刀 那最后我就把它开 府门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个大门的改变呢 我们学了以后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把它开门的位置 没有办法说最好的中门或是龙门 那只能找一个没有煞或没有害的苦门 这样子 所以先天的体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样子 是 刚刚法师林有提到说 培林大哥办公室 后面那个 乌车拖面 走那把头 这样很劳累 后来是建议 用什么样的图像会比较好 基本上来讲 那个是把那个 那个是木雕啦 把它拿掉就好了 他说你宁可 清清啊 就比什么都好 那你不要说 那时候还 师父还没有讲说 叫我们后面挂个什么山啊 或是水啊 没有讲这样 没有讲这样子 那时候还没有 那只是简单的 先把不好的先处理掉 先让你能够平安 所以我们维心圣教的圣法 你有很多的善知识因缘碰到问题的时候 就像我们一样 请示师父 那只要让当事者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先把它处理掉 你直线的财运守不住 那你的背景的形体 就会有 有形必有灵啊 那你有形必有灵 你就相对 就会对应到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你先把最重要的问题先处理掉 让有缘的善心大德 或是能够让我们有今生经历过的 能够先得到稳定 平安 这样是最重要的 是 那一般的话 我们的办公室应该要注意哪些呢 那办公室呢 说真的 如果说依我们洋宅风水学的角度 我们要非常注意 办公室可以算是一个公司 家庭不是办公室啦 公司或是工厂事业单位 它就有办公室 那办公室的位置呢 和它的 它的角度 和它的 和工厂的配置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等于是一个公司的神经重书 所以说你除了工厂的外大门 内大门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办公室的位置 和它的门项 那你要考虑到 考虑到它的 外局的问题 那内局 你从外大门进来以后 你的办公室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说把办公室的位置 放错位置 造成你没有去平衡 青龙白虎的问题以后 你从产生的问题 你会导致事业的一种慢慢的失败 甚至非常多的问题 这样子 法师哥在请教你 在中一集 师娘有说 师父把他沾装的那一颗 一颗让小朋友住了 比较平安 那一颗就是属于法器 是一种法宝 在我们学义经的话 初级班的学员 像陆师傅有听师傅说 师傅也可以来做生徒 法师都可以 这部份是怎么办 帮家里的人有问题来生徒 都可以在每一个宗教门派的 我们是不了解 不过从我们跟师傅这么多年了 了解到说 你进入一个在修行的平台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修行的平台 我们所接触的法 如果说我们依我们中门 我们是有义经风水和宗教修行 因为透过有宗教修行的关系 那我们自己本身在道场这边的话 基本上他就会有一些的初级班正级班 那你从初级班进来之以后呢 我们会交到用意的时候呢就有三卦 那进入中门呢 有这个中级 我们的local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在我们跟这么多年的观念里面呢 师傅常常讲说 每一个人要努力精进修行嘛 因为你要了解到说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己 那真己呢 就是我们要自己内修 那我们进入内修以后 透过念经以后 那我们可以在中级的状况 或是说甚至连我们的法福 都能够对家中的人 在做有些必要的时候 他法福都能够让家中的长者 或是生病的家人呢 经过老祖的家子以后 你可以拿到医院给家中的长者去盖 都是有相当大的效果 那甚至中级呢 因为我们平常在有上课念经的时候 中级几乎他们都是没有离生嘛 那我们有时候很多学生 我们都还能提醒 我们自己来上课 你们的中级可以透过礼拜 礼佛以后呢 自己再给老祖加持 所以我们同修很多人都上课呢 再把中级拿来 甚至他们家中的中级通常收来 在那个老祖那边加持以后 再带回去 那我就问我们班长说 那你这个中级带回去 给他们带的结果怎么样 他说老师我告诉你 老师我告诉你 这个很有效的 这样子 很多小孩子 因为他孙子好几个嘛 很多那个不太好 就是有点惊吓的时候呢 他们都让他的中级呢 给他挂着 他都对这个中级的一种信任度呢 也非常有信心 这样子啊 所以 家里的人 如果要出院门 或是要出门 要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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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这个中级 对 这个 我们基本上 一我们跟师父这么多年呢 我们自己的小孩子 或是孙子 都一样 那 甚至我们那个小孙 第二个孙女呢 他也是在上课的时候呢 就有点不太顺 有时候呢 身体有点怪怪的 那如果说听 听我那媳妇 或是小孩子 和我媳妇的回报里面呢 他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有点 类似领域体质 他有时候就觉得 看到一些 一些的东西嘛 那讲完以后呢 我们就 请他来到时候拿一个 加持过后 给他戴 戴了以后呢 他就 改善很多 但他觉得说非常放心 所以每次 他保证 保证带子 而且在外面 不放在里面的 这样子 所以说有时候在 每个人的能量里面呢 要了解到说 其实 很多的 有缘分的人 在过去生修行的 因缘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能够在 不同的人身上 可以感受 甚至有些人可以看到 一些的法界的状况 这实际上是真的 所以 在我们 刚刚讲的 说去金修院的时候 在静坐 或是我们很多的师兄 在静坐时候 中间慢慢的被开发 他的内在的大智慧 就是开天语的味道 讲泛语的味道 那你每天开天语 那不是 那也是每个人的因缘嘛 不是说 我想要就想要 不是 不是每个人的缘分 所以人家问我说 我会不会 我说我不会 那 也没有好追求的 也没有说好 抱怨说我怎么不会 没有 所以说有时候在内修里面呢 是一个智慧的增长 最重要 那来我们道场 学习易经风水 最重大的意义 就是要让 有缘的善知识 能够得到老祖先的智慧 那王产老祖传了这么多的善法 那我们的平台就是 我们经过很多年以后 你要知道说 易经风水对 每一个人的家庭 是真的非常重要 你能够透过易经 风水的 来保护自己 免于受到自我认知 冲动做出错误的决定 导致失败 这是不好的 这是我的很深的体悟 是 刚刚法师您有提到说 开发内在的大智慧 像小朋友在读书 还是说 我们事业上要参加考试 要如何来开发这个内在的大智慧呢 那当然师父呢 也有一个那个 开智慧的一个座椅 那是开智慧座 所以说 师父讲说 摩好波罗波罗蜜 开智慧座 那也印了很多那一张 那开智慧座呢 那我们小孩子从国小高中考试大学 那他们因为跟我们很早就接触师傅嘛 所以说他们在考试的时候 当然自己的平常的努力很重要 那他们为了再加强自己的信心 就在开智慧座呢 就平常就会念 甚至考试前呢 也能够来念一下 让自己心平静 这是真的有效 真的有效 那是小朋友要考试要读书 那我们家长的话 可以怎样子来帮助小朋友 例如说他们要参加什么考试 什么考试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诵经 还是说怎样来祈福 让他能够考试比较顺利 那在我们师父传的这么多的法里面 其中有一个叫做祈福相爱 那我们一个学生呢 明德班的学生呢 他的小孩子呢 他在喜欢玩嘛 又做生意 所以说他在学业的 学业呢 程度没有说特别的好 那要考上省力呢 就不太困难 不简单 那他我就说 那你就念那个 做祈福相爱 天天念经祈福相爱 那我们维新圣教有一个祈福相爱 你们可以在各道场 去请那个祈福相爱的方法 那他做了好多谈以后 结果他考试以后呢 升高中的考试 结果如愿 让他考上省力的高中 让他学费减免 因为私利和国力差很大 所以他就透过 祈福相爱的修行和念经回向 让他满宴的考上省力高中 甚至后来连土地代数的考试 也做了好多的祈福相爱 让他很顺利 一次就考上土地代数的正照 因为他知道说他在这个祈福相爱里面呢 他从他的小孩子从升高中的时候那时候 让他印证到说 其无相爱的切实有效性 所以说到他儿子要考土地代数的时候 也是帮他做其无相爱的状况 他几乎一直等到 甚至连等到他做到放榜的时候呢 才没有做 这样子 所以说他对我们老祖师父传的这个法 非常的有信心 是 老祖慈悲灵感 的妙法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有买科技 要事业上顺利 或是刚才说要替我们亲长来做祈福 这个祈福相爱非常非常地好 如果你如果是说不清楚 我们各分市到场 你都可以去给他询问 要怎么来摆设 里面有很多贡评 要怎么来处理 我们都会法师 都会很热意地来为大家服务 王三罗做空中妙幽的麻烦 已经破团世间 求做无良所的众生 所以我们要共战 王三罗做的天位 王三罗做代祖代彼 代得代人 国务欺修定例 今天非常感谢 原药法师和我们分享 也感谢各位生日代彼 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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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彧亚 Jo后 彦和彦睡 fam 早晚、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